王祖贤在当演员之前是一名篮球运动员 那时他绝不会想到以后竟会有人骂他婊子 1983年16岁的王祖贤正上学 突然接到之前拍广告片的摄影师宋丽萍的通知 邀请他参加一个电影的试镜 这对于一个学表演的女孩来说当然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于是王祖贤就在母亲的陪伴下按时赶了过去 当时共有30个女孩面世女主角 一个个和男主角黄永宏一起试镜 所有人都试过之后素人王祖贤被选中了 就这样王祖贤很顺利的拍了人生中第一部电影 今年的湖畔会很冷 这部电影又名湖畔幽魂 主角全是新人 女主角王祖贤只演过一支广告片 男主角黄永宏广告片都没演过 她本是名建筑师一生也就演了这一部电影 但是这一对新演员却非常敬业 大冬天的半夜 站在冰冷的湖水里冻着 不叫苦不叫累 将人鬼情未了的感情戏演得缠绵匪测 非常到位 因为演得逼真 16-7岁的王祖贤就和男主角黄永宏传起了绯闻 后来证明这很可能是电影方的宣传套路 很快这段所谓的恋情就消散在风里 但是电影没有消散 她获得第二十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摄影奖 正是这个奖王祖贤迎来了命运的又一次转折 19岁的女一号王祖贤回台湾那天 26岁的男一号齐情去接机 一见面齐情就貌貌湿湿的给王祖贤套了个花环 王祖贤那个尴尬 心说三两第一次见面啊 你以为很熟吗 于是一点情面不留的说 我最不喜欢花了 弄得齐情也很尴尬 幸好有同行人员打圆场 后来合作 王祖贤发现齐情对自己有意思 男人这德性从小到大 他见得多了 上中学打篮球那会儿 恨不得全校男生都想追他 什么类型都有 他都没动心 眼下这家伙其貌不扬 虽然身高号称173 但和他货真价实的172比起来 如果不白角度好像还要略矮一点 加上齐情小混混出声 抱得大名桀骜不顺 爱喝酒有时还迟到 见惯了各类精英的王祖贤 对齐情印象很差 齐情则觉得自己女粉无数 多少漂亮女孩哭着喊着往上扑 你王祖贤不就是 各拍了几部戏的十八线女演员吗 装什么装 导演蔡阳明见男女主角互相不对付 这戏还怎么拍 于是安排齐情交王祖贤唱主题曲 渐渐的王祖贤终于发现了 齐情身上的闪光点 暗暗为他的音乐才华折服 后来有一天 齐情又喝醉了 醉醺醺地对着王祖贤唱情歌 乐唱乐动情 最后戒酒壮胆 直接对王祖贤说 闻我 王祖贤也不知怎么想的 竟然真闻了 于是两人相恋 齐情早先是一名快意恩仇的古惑仔 不是圈养的家畜 对此苦不堪言 有一次他去录音棚录歌 没有及时和他汇报 他竟直接冲到录音棚 当众破口大骂 更过分的是 为了盯烧齐情 方美方还会跟他去排练现场 但凡有女歌迷热情一点 他都会大吃其醋 像个泼妇一般怒言相向 甚至把歌迷轰走 齐情是一名公众人物 这怎受得了 于是提分手 不要方美方有恃无恐 说我怀孕了 你看怎么办吧 齐情一惊决定忍痛割爱 给了方美方一大笔钱 让他去打掉孩子 两人从此一刀两断 互不亏欠 方美方同意了 但是拿了钱 却并未打掉孩子 而是选择偷偷生下来 给其取名方伟 几年以后 方美方花完了 齐情给的分手费 又看齐情越来越红 一定没少赚 大为后悔 当年草率分手 于是找到了齐情 跟他索要儿子的抚养费 齐情这时刚因为大约在冬季 红遍全球华人世界 当然不想被爆丑闻 只好答应方美方 买了新房子 让母子俩搬进去 每月还给生活费 就这样 蠢蠢欲动的方美方 再次被齐情用钱摆平 齐情在向公众隐瞒私生子之时 十分纠结 要不要跟王祖贤坦白 如果此时齐情能够真诚地 坦白事实 或许王祖贤会一时生气 但毕竟是在他们相恋之前 发生的事情 相信王祖贤生气过后 还会和齐情站在一起 然而在面临人生的关键选择时 人往往不可能都选对 这一次齐情就选错了 他对王祖贤隐瞒私生子事件 他没想到多年后 私生子事件成为摧毁 两人爱情的最大一颗洲际导弹 热恋期间 因为在香港拍戏学音乐 王祖贤和齐情长期异地恋 聚少离多 先后和其他人传过绯闻 拍妾女幽魂时和梁朝伟传过一段 当时媒体报道说 为此梁朝伟还和刘嘉玲提出过分手 但后来不了了之 也不知是不是偏方的炒作 还有就是黎明 王祖贤在刚去香港 跟戴斯通学生乐时 认识帅哥黎明 私交不错 王祖贤妈妈还收黎明 做了干儿子 刘德华曾说 最为理想的情人应该是长了 林青霞的脸型 钟楚红的嘴唇 王祖贤的眉叶 关之灵的鼻子的女孩 当然两人说的都只是玩笑话 实际上 刘德华当时已有秘密恋人朱立倩 王祖贤也有其情 不过是为娱乐圈贡献一个段子而已 1993年36岁的林建月 担任立新集团要职 致林白新着力培养的接班太子 已是五个孩子父亲的岳绍 依然不改沾花惹草的习性 十分风流 早在王祖贤拍画中心时 林建月就迷上了他清纯甜美的外貌 修长匀秤的身子 据说多次前去探班 但王祖贤对顽固子弟全无好感 还说不想见到他 不过林建月并未死心 重追不舍死缠烂打 一追就是三年 送这送那的 王祖贤也没有动心 后来因为黑社会渗透香港娱乐圈 坚趋严重 连刘德华 梅艳芳 梁家辉 都被黑社会胁迫 甚至还发生了轰动一时的 刘嘉玲绑架案 李连杰经纪人蔡子明被枪杀案件 王祖贤作为当红女星 也被黑社会逼迫拍烂片 这个时候林建月就利用自己 香港十大家族财阀的势力 英雄救美 主动出面替王祖贤摆平了很多事情 解决了王祖贤的心头大患 再加上林建月甜言蜜语 承诺离婚娶她 且出手阔绰 送房送车 眼都不眨一下 正值与齐情七年之养的王祖贤 终于被林建月一举攻破堡垒 长驱直入 不久之后 王祖贤与林建月共同出游的消息 被香港媒体曝光 本就不被王家父母喜欢的齐情 和王祖贤正式分手 到了2000年 齐情已40岁 王祖贤也33岁 两人破镜重圆 感情稳定 终于准备结婚 就在这时 齐情当年选择隐瞒 造成洲际导弹 忽然凌空射来 齐情前女友方美芳 害怕齐情和王祖贤结婚后 不再管他们母子 于是 过协议 长成少年的儿子方伟 找到齐情 索要2000万台币 说父亲后一刀两断 齐情不想和儿子一刀两断 没有同意 方美芳大怒抱着 我好不了 也不让你好过的心态 一纸诉状将齐情告上了法庭 于是 齐情爆出私生子的消息 迅速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 王祖贤终于知道了真相 他感觉受到了一万点的伤害 这么大的秘密 他竟然一直对自己隐瞒了这么多年 被他骗得好惨 可以想象 他齐情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怪不得父母都说 齐情混混出身 本性难改 根本不可靠 一直不喜欢他 舆论纷纷摇摇 加上家人本就不看好齐情 王祖贤和齐情眼看就要落成的婚姻 再一次被炸得粉碎 分崩离析 34岁的王祖贤前面刚经过 林建月的欺骗和戏弄 本来寄希望于齐情 所以才迫近重圆 好马吃了回头草 谁知道齐情骗他更惨 对男人彻底失望的他 对媒体甩下一句话 我的字典里再没有婚姻二字 然后一转身再次隐居加拿大 一经向佛开始学佛理 清心寡欲 无问世事